4条线 那它是4条线 我们几乎都是用一个所谓的交叉边的一个构法 去完成这个容器 那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一上一下 很明显的一个构造 中间两条线做转折点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菱角点 它的形体的构造的开始 一样也是交叉边 好 再一次的这个转折 一样也是交叉边 永远都是一上一下 好 现在可以看到有一个优质型的形状对不对 就是它的脚边已经出来了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一条拉开来 拉开来之后 好 一样做以上一下的这个编织 以上一下的编织 好 接下来一样换另外一边 所以 正常出鞋子一定会先把这两条 再重新绑 绑起来 怕线会走掉 好 那我们是比较手了一点 所以就会 稍微用手去压它一下 好 也是用以上一下 以上一下 来 你看 也是以上一下 好 大概已经有一半的形体出现了 好 接下来最重要的来了 然后 开始做反折点 好 反折点 好 要回去 回去让它做一个 好 另外一个形体的一个 一个编织 好 一样做 一上一下 在这里最大的难度是因为它的 颜色很像 好 很像 所以都是绿色的 所以你要是看错一条或穿错一条后 就会后面都会跟着错 都会错 都会错 所以我们在走的时候呢 好 一定要看一下 它这个转折点都是一样 以上一下 以上一下 所以一条一条走回去 好 这里也是一样 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转折的位置 一定要先确认好你的线是不是 呈现上下的这个交错编织 好 最后这两条后要走回去 这两条走回去完就 好 大致上已经接近完成 接近完成 好 还有最后两条线后要走回去了哈 好 好 最后一个口 好 好 好 大致上 好 已经完成了 所以最后呢 我们就慢慢收收这个 好 比较 好 好 好 慢慢去收线 去修 修它的这个形体 要是太 口太密 表示太松 太紧 好 那 这个太紧的话 好 这个线 会被扯断 所以我们要稍微让它 平均一下 好 这个就是一个完成品 好 那各位会怀疑它的食物要从哪里灌呢 好 要从这个 好 要拆拆线灌吗 好 好